华为Made 10 Pro上手突赏 单手玩赚6寸屏 曾经有人问过我 全面屏都有什么好处 一时间还真把温萌了 可能除了看着过意 就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了吧 但今天答案有了 如今追求屏幕越来越大的同时 势必会牺牲单手握持手机的体验 刚刚发布的华为Made 10 Pro 在这方面找到了很好的平衡 单手玩赚6寸屏 这难道还不算是全面屏的优势吗 华为Made 10 Pro的正面底部 持Logos的样子 里面的是不同 指纹识别一致了机身背部 然而两个版本之间的屏幕差距 仅有1.1英寸 因此在选购该机时 只看喜欢指纹在哪即可 华为Made 10 Pro的背面镜头的像素为 1200万加2000万像素品货 除了具备F1.6大光圈以外 这代面倒是最具黑科技的 就是相机可以人工智能实践场景 背部边角处理 强了3D虚面设计 非常期待边缘与边框之间的手感如何 不过按照华为的品控 在市场的口碑来看 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